我们最近回了趟谷 顺便去趟日本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不是京都的庙 也不是奈良的路 而是日本东京百货公司早上的开门仪式 我和Lumi去一家叫做西五的百货公司 早上10点钟开门 我们差不多9点50到 到了以后发现那个百货公司的门口 两个玻璃门是紧闭的 正常嘛 因为人家还没到开店的这个时间嘛 我们就在外边站着等着 等了差不多5分钟左右 从那个百货公司里边深处 向外边走出来两个点员 注意 它走出来没有走到这个门的外了 他走到门跟前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他要把那个玻璃门打开 人家没打开 停下来了 站定了 然后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就这样 面对面站着 开始互相鞠躬 他没有冲我鞠躬你知道吗 我是顾客 他不冲我鞠躬 我那是等着够累的 他们俩互相鞠躬 一下 两下 我都看傻了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事 然后我就偷偷瞄了一下前后左右 应该还有其他人一起等了 然后发现大家都习以为常 我就说站着看了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哦 那大概是当地文化特色 那咱也就装作习以为常 俩人对着居尾份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其中的一个人 咱就说是这个人忽然 打了个喷嚏 他真打了个喷嚏 我不开玩笑 我当时亲眼目睹 他打了个喷嚏 我就立刻就去看另外这个人 你的伙伴冲你鞠躬这个人 打了个喷嚏 你过去说什么 Bless you Right things like that 也没说 他也没上去递个什么纸巾 什么的 也没去安慰 啥都没说 他还在保持同样的频率和动作 继续冲他鞠躬 鞠躬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我就在想 如果这时候发生地震了 他是不是还在鞠躬 然后这个人呢 他不是打完喷嚏以后 他就得整理一下自己的 移动医表什么的 对吧 该调整一下发型 然后各方面都调整好了 接下来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他去看这个人的频率动作 然后等到这个人 持起身子的时候 和他保持同频继续开始 相当的对象鞠躬 不见恢复如酒 我想说 你知道你自己多鞠了饭的空吗 又过了一会儿 俩人终于鞠完了 然后呢 他们把玻璃门打开了 这好啊 这不就说明可以进去了吗 但是作为一个外地人 不对 作为一个外国人 我也没有那么的鲁莽 我稍微观察了一下 前后左右的其他顾客 没有一个人往里进的 这时候就感觉 电源和我们之间 形成一道无形的墙 没有一个人敢越过去 然后我就抬手看了看手机 时间早上9点59分 哦 还有一分钟 还迟不能进 又过了一会儿 两个人就转过身 朝我们鞠了一会儿 哦 这个时候我知道 终于可以进去了 我就跟着大步的往里走 差不多 我还站比较靠前 可能第二第三的位置 然后我就注意到 往里的这个通道的两边 所有的店铺的店员 全都站到了外边 朝我们鞠躬 边鞠躬嘴里还边说什么东西 我本来日语就不太好 这种情况下 他们说的不一样 我也更搞不清楚 但是我大概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觉得我们久等了 希望我们今天能够逛得愉快 就表示一下歉意 然后我就觉得挺不知所措的 别人出国鞠躬 我说应该回礼 我也没等那么久 都五分钟无所谓 是不是 所以我就边走边鞠 边走边鞠 走两步鞠两步 走两步鞠两下 然后这时候我就观察了一下 我旁边的日本人 其他的日本顾客 没有一个鞠的 就我这么一个外国人在鞠 那我也不鞠了 我就跟着直播往里走 一楼一堆人鞠 然后上一个首富店银 二楼一堆人鞠 三楼一堆人鞠 四楼一堆人鞠 等到了六楼的时候 我们要去那家店的六楼 那些鞠躬的人都回去了 没鞠 我猜啊 大概是他们早上的这个 鞠躬欢迎顾客的这套流程 它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 可能是五分钟还是几分钟 到那个时间 他们就继续回到自己的工作 到备干自己的事情 可问题是那天 我是第一批请电的 我排在第二第三个 等我到了六楼 你们就鞠完了 不鞠了 那我就想问一下 六楼的店员 是不是从这家百货公司 开业到现在 你们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鞠躬